文化 利益的人应该是更多 一命 二运 三风 水 四积 音德 五读书 传统是这样说 但如果您问我 我的看法是要先积 音德 第二读书 雖然你已經出世了 你的命都不用多說 但是你肯積陰德做好事利益他人的話 我相信不會差得去哪裡 無論你有宗教的信仰或者沒有宗教的信仰 上天都不會趕你入住 因為你積陰德你一定有善良 你對人好人家不會害你的 就算有人來處理麻煩都好 一定有其他幫你的人 所以命運多好都好 沒有陰德沒有讀書 他會敗 我命運不好 但是因為你有陰德有讀書 是會幫你扭轉 如果有讀書的話 可以將陰德提升得更好 因為你幫助人那樣東西 可以幫得更多 所以你看到余通船家族 剛剛今年出了一本書 出了一本書你書不可以買得到 就說他們的家族 裡面都提到這一點 很可惜他整個家族的運不太好 即是那個人 繼承人 即是沒有什麼子孫 那些子孫不太行 但是他又有個譜 幾次的危機都好 他有運 有運幫他 當然我們的角度 不是覺得他有運 是因為他有任人 因為他不是純粹賺錢的 賣用 他亦有你幫助人的 我賺到的 可能我分一些出去 即是這件事 就很實在地幫了很多人 這件事應該是他 後來除了智庫之外 亦都是一個 我相信有原因 令到他好運 或者是成功庸的一個 其中一個因素 所以我讀書 馬上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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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動ali 警衛 馬上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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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置呢就是陈财将军 陳薩張貴是國民黨派在香港的一個總代表 他們代表國民黨也代表著國軍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當時英國總共一協約如何去抵抗日本 所以他們是香港的一個重要的代表 但是詩姐說大家知道1941年12月25日 香港政府要投降和準備 打領投降的位置 他作為中國代表國民黨 所以他帶領著一批英軍 一批英軍都知道要投降 我說我走了 現在如果你們想跟著一起走 四點鐘我們就在哪裡走 是特別形狀的 是甚麼形狀都有機會出現的 在香港地裏面 這是其中一種 這個鐘不是最特別的 有些是一個波 有些是八卦 八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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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細小的 總之形成了八角形的國際王國 有不同的宗教人士 也有些 戰士也有 古龍 兩批 如果生泥傾斜 當然沒有可能 生泥傾斜 撞下來也好 後面就是用來投降 所以這一批是被水走的 被水落後 把水放在那邊 引起水 不要進入多元的水面 為了